自明天的凌晨临时期 我们就放宽这个分流条件 年龄的下线下修为18岁 那另外上线的话调高为59岁 我们今天有97例的病例 本土病例只有两例 95例是境外移入 那这个境外移入当中 有64例是属于弱地裁剪阳性 那今天的这两起本土病例 是两位女性 那年龄介于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之间 技术县市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各一例 新北市案是这个22321 它是因为家人即将住院治疗 那为了陪病的因素而进行筛检的验出 那还有接种三剂的疫苗 那3月22号裁剪阳性 CD值是33.7 那目前详细的这个情形 还在疫调当中 那另外一案是台北市案22322 那是2178的这个女儿 那3月21号阴性 3月22号裁剪阳性 那它的CD值是13.9 另外昨天施打的疫苗情形是56327人次 那我们的第一剂的人口涵盖率是83.33% 第二剂是78.07% 那基础加强剂接种率是0.81% 另外追加剂的接种率是48.63% 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新闻稿 有开发了所谓的数位新冠的病毒健康证明的部分 我们会在3月24号上午8点会完成版本的更新 第一个就是我们恢复可以使用这个护照号码来申请 那其中护号调整为可用护号或护照的号码二则一的方式验证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分别跟苹果跟安卓作业系统合作 就是说在你的手机的上面就可以把钱包放在上面 就可以随时去把你的数位护照这边把它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未来你如果出入国外的国际机场 就可以直接点 然后把那个数位护照把它秀出来 好大家知道我们那个机场的落地裁剪 从1月中开始执行到现在也已经两个多月 那近期的这个落地裁剪阳性的个案数 是有增加的一个趋势 那为了更有效的来进行这个轻症的分流 来有效的调度分配我们的医疗资源 那也观察到就是说确实在目前这个Omicron 而且这个国际上的疫情比较处于这个中后期的情形 很多是旧案 所以它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医疗人员的照顾 所以我们决定从明天的凌晨零时起 会放宽我们分流条件的这个年龄限制 原来是20岁以上未满50岁 就是从20到49岁 我们会作为这个轻症分流到我们的加强版集检所 或是加强版防疫旅馆 那自明天的凌晨零时起 我们就放宽这个分流条件 年龄的下限下修为18岁 那另外上限的话调高为59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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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